今天赛子突破虽然是相对的高龄 可以对未来有更强烈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现在 不会再去给自己设什么目标 我觉得现在就是快乐的去享受这个田径 就很好了 因为我现在之前说的我都觉得就做到了 但是我不想再给自己设什么目标 也是设太高的目标自己没办法做到 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现在这个奥运会其实还没有结束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男子市场 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对我们来说 因为单项可能真的最大就像我今天突破了历史 但是对于我们建立项目来说 从2012年到现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上一届我们拿到了第四名 其实有点可惜 但是这一件从目前的这个今年全国的这个短跑程序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今天南非的有一个运动员他拉上了 所以说我们就少了一个对手 我们的主要对手可能是英国啊 加拿大美国最大的精神对手 我对我们来说的 那从18年也在大亚运会 那个Randy都说是我男朋友都没有办法 没有跑发现有没有极限在哪 有极限 我觉得要是按照今天来看的话 我目前的实力已经是真的是极限了 但是要是你说要完美的来说的话 我估计最后十米 要是我不将能够就是很平顺的跑出去 有有力量感那种 可能970几天